當我們拿到PTT的時候呢 把該接的接上去 HDMI 這個RS485 電源線 後面可以控制喔 這是世界上少見的可以後面控制的 用遙控器控制的機器 前後都可控 那這裡我們待會用熱龍就把它封起來 讓它避免脫落 那麼如果加USB有個好處 直接接電腦就有訊號 它同時會出HDMI跟USB兩個訊號給你 好啦那接著呢 我們先進去做設定 19201080 先做成台灣的規格 系統 19201080先設好 然後第二個HDMI 那其他的這樣OK了 再來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遙控器 1對2的控制 好遙控器的1對2控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口 當我們選擇1的時候 就對應遙控器 1 那選擇2 遙控器對應2 來我拍一下 2 2紅燈會亮 2紅燈亮就是對應這個開關 遙控器的Select 好那這裡好了之後呢 我們緊接著 再來就設定 再來顏色色彩 我們兩個顏色色彩都把它歸零 系統歸零 這邊應該有把CHEAEW713 好我們恢復圖像 好第二台也把它做一樣的動作 那麼兩個顏色就會一致 配合口的接口記得齁 左腹右正 腹是白色 正是綠色 如果脫落要重新修改 這樣就可以了 在控盤的部分 在控盤的部分注意 它剛好是 它剛好是左 白 右 綠 左白 右 綠 在這個 PTT的部分也是 左白 右綠 只是腳位不一樣 腳位接的是中間 右邊那兩個 右邊那兩個 好這右邊那兩個 控盤的部分呢 是接 開開的地方 它中間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 空盤中間沒有用到 要接對齁 有點複雜 接下來空盤講解 一開始會有逼逼逼 來逼給我看 有的人很喜歡齁 因為他喜歡卸經驗 所以逼逼逼逼逼 那不要逼怎麼辦 來 999 OX 就不會逼了 那通常要 還要再做內設定嗎 我們出廠都做好了嘛齁 都不用內設定 你只要在哪裡做呢 接線的時候做 做這個 改線的動作齁 就剛剛講的齁 左白右綠 正腹級接對 然後再透過轉接頭 接這個分線器 分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到 主機去設定它了 來 主機設定 競選單 協議 選好 第二個就是指你的機位 你的遙控器一號機 那你這裡就選一號機 遙控器是二號機 你就選二號機 那麼來做一個 這個遙控器跟我們的控制器的 對定位 對定位 對好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進行控制 控制的方式呢 就是上下左右 來上 下 好再來 上 下 左 右 好第二機 二號機呢 就是選擇2cam 來做一次2cam的動作 2cam 好 那我們就可以對應二號機 上下 左右 好 好角度好了之後 one preset one preset 接下來設定我們的角度 二號角度來 Preset 三號角度 找好之後 Preset 好那我們要呼叫它 one call 好我們來看對應畫面 好我們來看對應畫面 2cam 2cam 3cam Rune in run out 好這裡是Rune in 放大縮小 Rune in run out 這是對焦 近的焦 遠的焦 那這是亮度 亮度 可以調整亮度 很方便 好 呼叫 然後選擇攝影機 2號攝影機 然後呼叫 那找好之後怎麼設定呢 找好你的角度之後呢 選擇你要的號碼按設定 以上整個空盤 這裡是Rune in 這也可以Rune in Luna 這也可以Rune in Luna 這也可以Rune in Luna 好啦我們來Rune in Luna給客人看一下 來來來好來Rune in Luna Luna 在Luna Rune in 好以上謝謝 天 天 天 好